大王乌贼一辈子不死 最多能长到多大 大王乌贼又名大王游 是海洋中的一大生物 广泛分布在世界各大大洋中 1978年11月 加拿大纽芬兰有渔民在海滩上 发现了一只因退潮而搁浅的巨大海怪 据渔民们表示 它身长足有7米 有的脚手长度达到了11米以上 触手上的膝盘直径有10厘米左右 眼镜足有脸盘一般大 这个所谓的海怪 它的真实身份便是大王乌贼 事实上 类似的事件在挪威 葡萄牙 纽西兰等地均有记载 不过随着人们添油加醋的传播 网上有的人甚至称 历史上曾出现过80米长的大王乌贼 这是真的吗 如果一辈子不死的话 大王乌贼真能长到80米 同类动物中 大王乌贼算是游泳能力相对差的 它的游泳全靠喷水产生的动力推动 由于本身喷水能力较弱 这也直接导致了 它游泳速度偏弱 不过在海洋中 这种动物也算是一方霸主 虽然游泳能力不太行 但大王乌贼的战斗能力并不低 大王乌贼主要以其他投足类 以及小型鱼类为食 捕食猎物时 它会先利用自己两条比较长的触手上的吸盘 紧紧吸住猎物 在对方失去反抗能力后 再用自己鸟会状的牙齿 把猎物切割成合适的大小 吞入腹中 虽说海洋中 大到鲸鱼小到鳞虾基本都逃不过人类的口腹 不过由于它吃起来肉质具酸味 故而得以逃过一劫 否则这种物种可能早被人类吃灭绝了 虽然没在人类食谱之上 但大王乌贼却是抹香精的主要食物 虽然在被捕食的时候 它也会奋力反抗 但大多数都会被抹香精吃掉 早前科学家们在研究时 也常会在抹香精表皮上 发现有大王乌贼攻击留下的伤痕 在对抹香精解剖后 也确实发现大王乌贼的尸体残骸 这也足以印证两者之间的食物链关系 大王乌贼主要分布于北太平洋 和北大西洋的海域 它们多栖息在海下200至400米的深度 属于现存第二大的无脊椎动物 仅次于大王酸浆油 由于这种海洋生物带有乌贼 因此很多人都误认为它是乌贼中的一种 但事实上 大王乌贼更偏于犹豫一族 不过严格意义上 它属于单独的大王乌贼科头族类软体动物 目前已知的大王乌贼种类多达700多种 其中不同品种 其体长也各有差异 一般情况下 此大王乌贼都要比雄性的体长更长 但总长度多为6到13米 如果一辈子不死 最长也只有20米左右 体重上限最多1000千克 目前全世界已知的700个大王乌贼标本中 很少有超过13米的 大部分总体长区间都在8到13米之间 其中最大的一只 还是19世纪初挪威海岸上搁浅的一只体长17.03米 体重接近1000公斤的巨型大王乌贼 而关于网传的80米 至今并无实际记载 那大家觉得 如果大王乌贼一辈子不死 它能长到80米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